我是刘逸舒,本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我在燕京学堂的专业方向是法律与社会 我是徐欣怡,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现在在学堂的专业方向是经济与管理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我们越来越需要具有跨学科能力的人才 我的学术兴趣是国际经济法 我觉得在燕京学堂除了传统的法律分析之外 我还能够接触到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人类学 宗教哲学等等各方面的知识和训练 我觉得这样子综合性的训练对于我的研究来说具有很大的益处 除了表面的国际政策分析 我这样能够更加深入地去理解政策背后的一些顾虑和政策制定的目标 我觉得这能够更加好的培养我成熟的学术体系 以及能够开拓我的国际视野和创新思维 这是我选择燕京学堂的原因 我当时选择申请学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方面是因为我本科有比较多的海外学习经历 比如说我曾经去到美国参加暑期学校 然后后来又去到了悉尼大学进行了为期一个学期的交换 那么从我回国之后呢 我会想说我希望能够在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环境当中去继续我的研究生生活 所以这是我选择学堂的第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我有了解到在学堂我们有机会去自由地选择来自北大不同院系的课程 包括去选择北大不同院系的老师 根据我们的研究兴趣去进行我们的研究和进一步的论文写作 那么我觉得这也是当时吸引我选择来到学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在学堂学习法律与传统法学院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 正如刚才所提到的 这里有着跨学科的思维 有着国际化的视野 学堂为我们开设了许多中西教会学科交融的课程 老师和同学们的背景也都十分的丰富多元 所以说在课堂内外的讨论 十分有利于我们去进行综合性的思考 也有利于我们进行跨学科的交流协作和研究 对于一个进行了四年传统法学训练的法学生来说 学堂这样丰富多元的课程 有利于我们去进行丰富和创新的思维 然后能够跳出传统的法教育学分析 用更加多元的视角和跨学科的视角 去进行法律的分析 同而形成自己的学习体系和研究经历 除了平日里在学堂的课程和研究之外 我也积极参与了许多北大校园里的学生活动 比如登山、摄影和舞蹈等等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认识到了许多北大不同专业的同学 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北京大学多元、自由和包容的校园氛围和文化 我在研二期间有幸担任了学堂招生办公室的学生助理 我觉得看到同学们过往的一个经历和背景 都会让我有一种非常wow的感觉 因为我们的国际学生都是来自于国际上的各个知名的高校 比如说是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纽津、剑桥等等 每一个校名都会让我觉得都是非常厉害的同学 同时也会觉得说能够在阴京学堂有机会 与这些来自各个院校的优秀的同学们一起交流 一起学习 与他们成为朋友 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 我觉得对于准备申请的学弟学妹来说 可以首先全面和系统地梳理自己的本科经历 看一下有哪些跨学科的研究 有哪些国际化的交流 从而看一下自己是否与燕京学堂的教育理念相契合 也能够更好地为后续的申请做准备 首先对于纸面材料的申请 大家可以进行发散性的思维 想一下自己为什么想要来燕京学堂 以及你能够为学堂做哪些贡献 关于面试来说 大家首先不用紧张 只要能够流畅、真实、真诚地表现出自己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们在学堂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就是去讲好中国故事 那么这个的第一步呢 就是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先讲好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那么要讲好自己的故事 我觉得主要要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燕京学堂 第二个呢 就是学堂为什么要选择我 那我当时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 我首先去提炼了关于学堂的四个关键词 第一个呢就是中国研究 第二个是国际化 第三个是跨学科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领导力 那么在提炼完了关键词之后呢 我去回顾了我在本科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的经历 去想我到底做过哪些田野调查 参与过哪些研究项目 去到哪些国家进行过海外交流 并且是参与过哪些社会实践 学生工作 那么在回顾完这些经历之后 我会把每一份的经历都组成一个小小的模块 变成一个小故事 最后呢我是会根据学堂的四个关键词 把我不同的故事去放到每一个部分当中 最终呢去构成一个完整的属于我的storyline 那么这个是我在一开始考虑是否要申请学堂 以及在撰写我个人的文书的时候的一些经验 其次的话到了面试阶段 我觉得对于同学们来讲 可以尽可能的放宽心 因为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 学堂的每一位老师 每一位面试官 都会抱着非常开放 包容的心态 去了解我们每一位申请者 那么大家呢 一方面可以去尽可能的熟悉自己的简历和经历 去把握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 那么在面试过程当中 就可以从容不迫的 文文道来的去讲好你的故事 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大家也要放松心态 在面试的时候 你对面坐着的是每一位愿意了解你的人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尽可能以最轻松最自然的方式 向他们去展示最真实最自然的自己 中文字幕志愿者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스